103年实定冬季优良文山包种茶比赛 日前完成了评审作业 虽然今年少雨的气候影响了许多茶区的产量 但实定部分则幸好向了几场及时雨 使得产量和参赛的点数并没有减少 而今年共有501点参赛 评审结果最后是由去年冬茶冠军的 隔头里林素慧再度获得了特等奖 103年实定冬季优良文山包种茶比赛 日前已经完成评审作业 一共有501点参赛 由于今年气候少雨 原以为在缺雨的状态下 茶叶产量恐怕会减少 但幸好在采茶前下了几场及时雨 因此比起去年参赛点数反而增加了 本来9月份有干探一段时间 本来会说数量会减少 结果可能下个几时雨 好像有几场雨下得不错 今年的点数还算不错 501点没有什么缺少 今天十定冬茶的状况 整体来讲品质算还不错 我们淘汰率没有很高 所以在整体上是蛮不错的 那有些茶叶它有冬茶特殊的香气 所以其实还蛮值得大家来购买 十定春冬两季的茶叶比赛 在农药检测以及评审严格的把关下 茶叶品质都相当优质 不论是茶汤水色 香气 茶叶外观等等 在评审高标准的品茶下 想要蒙混过关可没那么容易 而十定农会总干事王瑞奇也强力推荐 想要喝茶和爱喝茶的民众 选择农会挂保证的茶绝对没错 我们这条罗型不可能仿冒 像那个QR 有可能从大陆转到越南 越南到完台湾 现在报纸一直在登 有那个什么成绩 就以前那个作画剂 听起来是蛮严重的 假如要喝安全茶 一定要喝我们自己的台湾茶 春茶的它的滋味会比较强 比较饱满 那冬茶的滋味它是比较细致 它的香气比较细致 那有些人喜欢冬茶 有些人喜欢春茶 其实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 但他们其实都是 如果做得好的话 其实都很有特色 而103年 十定冬季又良文山包种茶的特等奖 再度由去年夺冠的 隔头里林素会所获得 另外他还包办了 头等一 头等三 头等四和头等五 而头等二则是由十定的陈立凤所获得 预计12月5号在农会三楼 举行颁奖典礼 记者杨帮友 张芳琪 时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